有很多那種暖舉 譬如說幫助那種歌名 小時候救過他的命啊 然後現在到我們演唱會嘛 那或者說你又幫很多什麼 幫形象 我應該說 形象太正面會不會很有壓力這樣子 不是 我們可能壞事做得多了嗎 還是要彌補一下 沒有開玩笑就是 這是舉手之老啦 那個時候像那個小妹妹 她那是天天性心臟病 我們是每次到演唱會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能夠回饋一些當地嘛 可能我們拍一個宣傳短片啊 介紹風土民情美食 或是說有些時候我們去慈善單位 或是希望小學 然後那時候剛好 就是一個媒體記者在訪問我的時候 他們都在忙幫他籌款 然後問說你們在幹什麼 大家都是很多 很多民眾去捐錢 還有醫生來幫忙 然後他們說剛好 他要需要手術 然後缺了 那時候是三萬塊 所以三萬塊其實跟很多捐的人 比一點都微不足道 只是剛好在那個點上 那我二十幾年我也忘了 你知道嗎 我看到我也不認得他 因為我看他的時候 他只有一歲 然後沒想到 我就蠻感動的 只是 就像上次那個媽媽 我也沒有講啊 我也是把他老公在那裡 要幫他拍的 對我還怕被老公看到以為我是 我是小王 我就趕快放著 然後我寶貝要住手推過去 我趕快跑了 然後我也沒有 那個過程 那個媽媽帶了兩個小孩啊 還有行李啊 娃娃車 我以前抱我小孩過 抱著我手都發抖了 然後我還是要拿那個 我知道那個手忙腳了耶 所以我剛好沒事嘛 我就幫忙 而且我從台北飛過去的話 我也不帶助手不帶廣告 因為他們已經 我的每個中港台的工作人員 都夠辛苦了 我不用他們幫我飛那個跨區域 所以我就讓他們好好的 有空就陪陪家人 那個你剛剛台上說 最近在往一些工作在之前 對啊 因為像之前 我們演唱會都會先收訂金嘛 然後訂好了 疫情到了 好那個時候都在隔離 然後這不能實現 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 然後就 訂了場地 還有宣傳費都出去了 這只能虧掉嘛 然後公司要運作啊 我就 把訂金都花掉了 現在大概還有幾場沒有還完 有超過一百場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有 我還有十幾場還沒唱完 我已經唱了二十幾場了 對 然後像明年度的還沒 新的還沒排 就光舊的就還沒還完 那剛才有提到說 這次專輯跟很多人合作嘛 那也有跟五月天的怪獸合作 可不可以聊聊跟怪獸合作的感覺 怪獸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他每次在彈吉他的時候都好像拿命在彈 就有幾次我們在錄音室的時候就像上次錄對折跟這次錄這個我出去一下他都熬夜幫我拿我說這次你寫的歌其實你已經很熟悉了但是他每次都想要嘗試在哪個地方的細節裡面去做一些調整他跟我說幾個只有我們能夠再好我們就努力去試一試 我就跟他說我們已經覺得很好了 但是他說現在就算我們有九十分 我們努力努力 誒說不定有一百分了對不對 empezar我們的挖過去 wed within 誒 cash 插 這是 鏡子 鏡子 感谢观看